请你 不要开我 罗浮生 曾经东江响当当的 洪家二当家 现在向我下跪 我看到你这副 丧家犬的模样 我也觉得可怜 你废话说的没有 把药给我 我让你把药度伤回来 你做了什么 我肯定是 你做了什么 我肯定是 你做了什么 我肯定是 我们说要对护 你做了什么 我们说要对护 你做了什么 我肯定是 你做了什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为了我 你能罪愿都不要了吗 值得吗 值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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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呀 我最近的父亲大人 今天又有什么说教呢 你去哪儿了 我去哪儿了 我还能去哪儿 我是你清点的许探长 还能去哪儿我有自由吗 我的一举一动你都知道 你还来问我干吗 许探长 你还知道你的身份 知道身份 就要离段天鹰远一点 为什么 为什么你们都要让我离开他 从罗夫生到林大哥 你甚至天鹰 你们全都让我离开他 你们都商量好的吗 所谓当局者迷 旁观者亲 是个明眼人都知道 要远离段天鹰 是 他段天鹰红了 可他再红也是个戏子 而且他越红吸引的目光越多 麻烦也就越多 你和红蓝的婚事 已经提到日常上了 我不想因为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再生事端 你最好给我清醒一点 我自己的事 我心里有数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你给我站住 真是越来越没有规矩了 小子 你不听话 可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让人家来 你开玩了 你开玩了 一会儿人家来了 你高兴一点 来了 来 坐坐坐坐 徐叔叔 我们已经好久 没像现在这样 在一起吃个饭了 突然把你从片场叫回来 没有影响你的工作吧 没关系的 徐叔叔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 好 那就好 星成啊 你倒是说句话呀 你来了 你看 星成这孩子啊 你也知道 打小就是个鱼木脑袋 在国外留学这么多年 外国人的罗曼蒂克 他是一点也没有学会 你演了那么多的电影 你在电影里塑造了那种 罗曼蒂克的感觉 我觉得特别地美 许叔叔 您说笑了 我逢人别说啊 这就是我未来的儿媳妇 我觉得你以后啊 可以多交交星成 那你们年轻人在一块 就要多交流嘛 这样一来二去的 不就有感觉了吗 倒酒 在这儿啊 养人 这是我特意为你们定制的 法国布尔多二十年的红酒 我知得你喜欢 来 让我们举杯吧 来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许兴成 怎么了 怎么了 我问你怎么了 怎么回事 你混蛋 许人 不ございます 你不是 呢 ��ogg 不 不 不 朕没规矩啊 我和局长有话要说 滚出去 都是你干的好事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月药跟红岚去酒店 在我们的酒里下了迷药 让我们 让我们 你们什么 我来听你说吧 让你们做了夫妻之间 本就应该做的事情 你卑鄙 我是城镇之美 哪儿来的卑鄙 不过倒是你 这一次 发了每个男人都会发的错 而且是一个美丽的错 不 许瑞恩 这笔账 我和你们有完 直呼你父亲的明慧 没大没小 以下犯上 我现在就可以撤了你探长的职 我让你变得一无所有 一品如洗 你拿什么去追求天鹰 是吗 你 在你变得足够强大之前 我来替你做主 是最好的关怀 父亲的爱 你早晚会明白的 QR 探长 警察 有位韩老先生说 您先前找过他 我已经让他在这等您了 嗯 盲老先生 您好 您好 您就是许探长吧 听说您专程找过我 有什么事啊 请坐 � quoting 噢 ところ 主板 您还记得这条项链吗 可是您亲手打造 很多年前的老手工花了 没想到 还能重新遇见 真是幼缘哪 那您还记得 这条项链是谁向您定制的 忘不了 这就是当年红极一时的女星 夏安妮找我定制的 她的地位那么高高在上 人群那么谦和 这辈子我怎么能忘得了呢 而且她找我定制的时候 是两条 一大一小同款的吊转 对我来说 可真是个大考验 毕竟我打致首饰 讲究的是神来之笔 从来 没做过相同的两件首饰 但是 夏安妮小姐的请求很坚定 我才只好破例的 夏安妮 天鹰 你呢 是 天鹰 你呢 す 你呢 觉得 天鹰 是 你呢 我喀 我喀 这下安妮到底是什么关系 哥哥 我能进来吗 进来吧 哥 你怎么又不吃饭了 是不是又和爸爸闹别扭了 他对我做的事情 你 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他的 发生什么事了 月月 这是什么 这个是林大哥送给我的礼物 林大哥 对啊 哥 你还记得吗 林大哥原先有一个走丢了的妹妹 这个是林大哥的继母 像安妮阿姨给他们兄妹俩定制的项链 一人一条 哥 你说那个时候我是不是太小了 他说的那些人我都不记得了 哥 哥 哥 你在听吗 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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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我还想先上帮你 父亲 是 哥 你是 关于一条项链的事 项链 天爷 真没想到 你就是林家 长了这么多年的凌若梦 你就是从小和我一起玩耍的凌若梦 看来我们的缘分早已注定 天爷 你要是回到林家城的若梦 不但会让我更难追求 还会让罗浮生解释重新崛起 你命运的钥匙 还是让我来替你二管吧 天爷 天爷绅士的秘密 不能由第二个人知道 你所描述的 这款项链 你所描述的 这款项链 其实就是我多年前制作的那一条 奇怪了 最近怎么这么多人找我问这件事 还有谁找您问过呀 就连堂堂的警察局 许探长 许兴诚 也找过我 许兴诚 我许兴诚 那您还记不记得 当年委屈您打造这个项链的人 叫什么 你又问了 和许探长一样的问题 我怎么会忘记项链的主人呢 他就是 曾经红遍大江南北的电影明星 夏安妮 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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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妮 就算你这个年纪 应该也对她有所耳闻吧 当时 夏安妮 一共找我们定做了两件同款的项链 一条送给她的弟子林齐凯 还有一条 给她亲生女儿 连若梦的 老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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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菜来了 不是让你先吃吗 怎么没动筷子啊 来 福生 怎么了 没事啊 你还是别笑了 这么勉强 到底怎么了 真没事 我跟你做这四菜一套 你可不许骗我 我骗你干什么呀 真没事 你不是还做了个汤吗 马上 我来 田医 原来你就是李络末 从小我们就认识 但是 这件事我 我现在无法告诉你 因为 这件事唯一的证人 已经死去了 而唯一的证物 却落在许心诚的手里 这个时候我告诉你 这会让你徒增烦恼 也会让你陷入危险 所以 我一定要先把项链给你躲回来 听说你推掉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广告 小青说你一个人在这儿喝酒 怎么了 我没怎么 你这像是没怎么的样子吗 林大哥 要不要一起喝 不就是天鹰拿走了 天女散花的女主角吗 有林大哥在 这种事情不用再放在心上 不是这种事情放不放心上 还是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 她就像噩梦一样每晚缠着我 甩都甩不掉 你相信我 你的噩梦 就快结束了 你只能试快可以 让你uka 不想把你家伙下 让你网友 我还是要给你 那你会把她捡 你这些啊 你是不是 但你 déclic了 你这种事 你不肯定成功啊 你现在 face 你 руки 贿车 你据予我的东西 也不止一样吧 这样东西 本来就不属于你 把天忆的项链给我 项链之前确实在我手上 可是现在不见了 什么叫不见了 他每天都在你身边 我还留着项链干什么 独物私人 私一个天天在你身边的天鹰 罗浮生 你要找回项链 去黄埔江里捞吧 你什么意思 我把项链扔了 扔到黄埔江里了 你什么意思 扔了 就像你杀了韩老先生一样对吗 区区一张名片 能说明什么 罗浮生我念在我们是顾链 才没有把你赶出去 薛行长 你有没有杀的 你自己心里侵入 你不要信口雌黄啊 诽谤是要吃官司的 薛行长 你明明知道 天鹰为什么会留在东江 他想查清楚自己的身份 你为什么要阻止他 因为我害他 我要保护他 我要把他放在我身边 你那不是爱 你那是变态的占犹豫 你爱怎么说那是你的事 我的爱情 我爱人的方式 由我来决定 罗浮生 你想要找回项链是不是 你把天鹰叫过来 这这这 就像上次那样 这次你们两个一起跪下来求我 如果是这样 我一定派人到黄埔江里去捞回来 罗浮生 你擅闯警局 诽谤警务人员袭警 我现在就可以把你枪毙 我就袭警了 怎么了 徐探长 你开枪啊 你开枪啊 行程 把枪放下 如果你们还拿我当大哥的话 就不要当着我的面手足相残 放下 今天又是为了什么 还是那个天鹰对不对 我就不明白了 区区一个天鹰 怎么可以把你们俩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大哥 你以后就明白了 我需要明白什么 我现在只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一个女人让你们二十年的兄弟情谊 消失殆尽 还有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杀了罗浮生 回答我 我都会想把它称赞 回答你 他能够 好干什么 你怎么回答我 哎呦 再喝点啊 林老板 您找我 委呈 媳妇 我承认 之前是我小看你了 没想到你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 能在东江扎下根 我觉得我一直很幸运 幸亏之前黄先生赏识我 那么林氏有多大的能耐 想必你也清楚 我一直都知道 林氏能让我成 也能让我败 所以林老板 这次又希望我能做什么呢 离开东江 你的损失我会补偿你 并且会超出你的想象 林老板 这么大一个东江 我的存在就这么碍眼吗 就在刚刚 许兴成差点杀了罗夫生 这仅仅是碍眼吗 想必你也知道 现在事态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我不希望他们两个 任何一个人出事 所以 只能委屈你了 我离开过东江 是罗夫生让我留下来 他让我一定要留下来 去找到答案 林老板 我这一生就这么短暂 说我不能满足你的要求 就这么草草离开 不然的话 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你要寻找什么答案 我可以帮你 但你必须离开 我的身世 所以抱歉 天莹 你确定不走 抱歉 抱歉 我可以帮你 快我要你帮我 她拿来 你快要放我 我 esper 你快要把我帮你 往上 家人 你半个大便 你快要一辈子 你我能担心 你走 你快要飞 这是找到 我来 你快要 你说 bird 我认定了 肖子 混音 konst Hmm 哥 你确定竟然在这儿吗 我觉得一定在这儿 所以呢 ículos 老ault 哥 你能打开 아니고 废话 晚上能打开我叫你来干什么 快快快 动作快点啊 就快好了 什么声音 我将是许探长的办公室 赶紧击个人 快快快 来人了 马上马上 快快 开了 哥 哥 亲自此查 别走 就是他 快 快 走 走 这边 保险柜被盗了 那儿呢 完了 好了 天哪 老公 cop 快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快 大利 监柜 废 滚出去 王太太 请问您找我什么事 儿豪一直对你念念不忘 你究竟对他施了什么魔法 让他对你神魂颠倒 我跟他只是朋友 他要怎么做是他的事情 也请您不要再来救揣我了 如果不是上次在宴会上 你费尽心机地出现在他面前 他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你这个狐狸精 王太太 我跟你没有什么好说的 抱歉 我先走了 想走 没那么容易 我会让你永远地消失 你这个狐狸 这有回事 怎么回事 天忆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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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忆 天忆 这有回事 天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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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回事 他现在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只是头部受到了一点撞击 是暂时性地昏迷 休息一段时间就会醒过来了 谢医生 天忆 天忆 你是不是疯了 你真的要为这个女人 打赏自己的命才甘心是吗 大哥 在片场 想要伤害天忆的人 是你派去的吗 是啊 是我 怎么了 难道我要亲眼看到 你们两兄弟为了一个女人 死在我面前吗 如果她没事 那你应该很庆幸 幸好她没事 要不然你会后悔一辈子的 你高估了我做人的底线 有的时候我比你想象的 要拿得起疯得下 那如果我告诉你 躺在这里的人 是你的妹妹凌若萌吗 你真的是疯了 你竟然拿弱萌跟我开玩笑 我没有再开玩笑 天忆 来 天忆 你没事吧 没事 林老爸 你怎么在这儿 天忆 你看这是什么 回项梁 你帮我找回来了 他 他对你来说有那么重要吗 当然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 比我命都重要吗 比你的命都重要 那 这项链是从哪儿来的呀 具体我也不清楚 但是从我机师开始 我就一直戴着它 我问我爹 这条项链的由来 他只告诉我 是祖上传下来的 其他没有多说 可是后来我懂事以后才发现 这条项链 虽然有些年月了 可这一看就是金银匠打造出来的精品 而且样式也很现代 一看就不是西班传下来的 我再去问我爹 他就一直逃避我这个问题 当时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直到后来 我知道我的亲生父母另有亲人之后 我才意识到 这条我从小戴到大的项链 可能跟我的身世有关 我查识了这个项链的处处 我找到了灯链 打造这个项链的工匠 他跟我说 他灯链 一共做了两个 一模一样的项链 给隐兴 夏安宁 然后夏安把其中一条项链 给了自己的亲生女儿 还有一条 还有一条 一模一样的项链 在我这儿 天英 你就是我师三 二十年的妹妹 连双梦 我 我 是你的妹妹 我 是你的妹妹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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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来看你来了 马太福音 第五章 第三十九节 你们听见有话说 一眼还眼 一牙还牙 只是我想告诉你们 不要与恶人作对 有人打你的右脸 把左脸也转过去 有人想要告你 要拿你的礼仪 连外衣也由他拿去 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 你就同他走二里 又求你的 你就给他 又向你接待的 不可对次 不可对次 ø 撑 打赏 布 档切 inicial 进